关于张艺兴,我们做过好几期视频,每一期都是对她的极致赞美,而张艺兴本身也是一名把热爱做到极致的艺人。 从归国发展,受尽排挤到根基稳固,事业长红,张艺兴一直在用实际行动,证明努力努力在努力,绝非虚言。 今天,番茄红了,要讲的主角是张艺兴,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点击视频下方的按钮,订阅我们。 真诚,努力,执着,敢于尝试,这些都是张艺兴身上显现的个人特点,看似是最基本的标准,却是最难以坚守下去的。 当今娱乐圈,大浪逃杀,时常是一代新人换旧人。 偶像产业加速更迭下,张艺兴却能逆势而上,足以证明其能力高低。 张艺兴是一名把热爱做到极致的艺人,这点从他创立染色体娱乐集团时,就可以体现出来。 在张艺兴心中,音乐始终放在第一位,他无论是录制综艺还是影视拍摄,最终还是会回到音乐本身。 因为他的心中有一个梦想,就是把华语音乐带向世界,而染色体娱乐集团则是其实现梦想的布局一角。 俗话说,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鱼。张艺兴实力在墙,终究也只是一名艺人,难以突破行业质固。 因此,他唯有立身行业上层,创立自己的经济公司,市场化运作,方能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,给这个行业注入新的活力。 对于张艺兴来说,创立染色体娱乐集团的初衷,是想要改变娱乐行业现状。 何为现状,即信念缺失,品质下滑,劣币等等,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行业质固。 张艺兴很有勇气,他想要去改革这一切。 如此,方能摆脱行业质固,华语音乐才有走出去的可能。 张艺兴有这样一次采访,主持人问,对于未来想加入染色体的训练生们,你想说一些什么? 张艺兴回答,其实对于每一个有梦想的孩子,我想跟你们说就是,我踩过的坑,我一定不让你们踩。 我一定让你们就是,让你们热爱,专注,把你们自己最想做的做到极致。 张艺兴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 为了培养练习生,张艺兴身体力行,为学员们传授经验。 并且还特意请来歌手李荣浩,作为学员们的声乐老师。 除此之外,学员宿舍如同五星级酒店,训练场地奢华大气。 就这,张艺兴还只是说,这只是第一阶段场地,第二阶段场地正在装修。 如此奢华的配置,恐怕也就张艺兴舍得出本钱吧。 而且据网友透露,加入染色体娱乐的学员,不仅学费全免,还每月包吃包住,并提供5000生活费。 此种待遇,这时献煞众人。 由此种种,足以看出张艺兴是尽了心力的。 从岌岌无名的练习生,到现在唱跳俱佳的一线艺人,张艺兴已成为内地艺人的标杆人物。 我们有理由相信,在他的带领下,华语音乐走向世界,必不原意。 其实,第一阶段下,华语音乐白的 coal ve 为何旅听춘乐的这种酷집, 彷聞 한다,华语音乐走向世界,必不全力的胸装一ictions。 这个动力豀 beginning change andBLE歧 purpose。 就اه试看,因为 keyboard评众人 BECKMuccino,